离境天内 桃妖正施法让元凌重塑记忆 元凌醒来后 清晨却依然昏迷 元凌正露着清晨 却看见生命之花从他胸中一出 无声无息地又凋零了一半 他才惊觉清晨已经时日无多 他心疼地将清晨拥入怀中 看了上一时空的事情 他终于明白清晨是为他若占王府 若奉府 不惜性命为他铲除一切障碍 可他现在却只能看着他灰飞烟灭